民进党台中市参选林佳龙进行到台中地院地状 控告对象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他涉嫌毁谈 深算绿色上映的民进党台中市参选人林佳龙上午11点 在律师的陪同下走进台中地方法院 林佳龙不满国民党在10月11号看到了一大篇幅的批评广告 内容不止点名总统陈春扁、罗文佳、邱乙人、林佳龙等五个人 更用红色的斗大字眼批评他们是不齿的政客 涉嫌掏空台湾资产、勾结集团林佳龙很不满 那我们是给他们两天的时间拿出证据 到底我们有哪个地方呢涉及到贪污、腐化 还有这一个尤其是说所谓我们有弊案的涉入 12年前五则园就是毁谤苏贞昌 造成屏东县长选举结果 那后来证明了是五则园的这个毁谤 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以状告上法院扣告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涉及毁谤妨妨碍名誉 用不时的广告影响选情 林佳龙求偿一议员 后方的勘弹写明他的心声 选情逼近候选人也跟着小心翼翼神经紧波 oluş病了 李登杯前总统 美国